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今天是2020年7月12日,星期日 现在呢是中国北京的星期日,但是呢在美国还是他们的星期六 那么就在美国的星期六的时候呢,美国发生了一个史无前例的一件事情 那是什么呢?那就是川普终于戴上了口罩 报道呢,昨天,就是星期六的时候呢,川普和他一行人吧,一行人等 然后就到了一个军队的医疗中心,去看望那些个士兵们 然后呢,他就是应该是在走,去往那个医疗中心的路上吧 他和那些人在路上走的时候,在走的过程当中 然后呢,据报道说啊,他就是一瞬间就戴了一小伙儿,一小伙儿那个口罩 然后呢,就这些记者呢,都拍照 然后呢,就大肆的报道这个 就好像是他特意就是为了戴口罩呢 为了拍照而戴了一下口罩似的 那他在这个星期六呢,去军队的医疗中心呢,是早就安排好的事情 那事先呢,有记者问他的时候呢,他曾经就,他说过 他说呢,我如果我必须戴口罩的话,我也可以戴口罩 有一些特殊的场合呢,我会戴口罩 比如说去医院,尤其是呢,如果我去看那些士兵的话呢 我会戴口罩 因为呢,戴口罩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 然后呢,我不反对戴口罩 但是呢,我相信有那么一些时间和地点吧 然后我需要戴口罩 就在他看来呢,戴口罩这件事情呢,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件事情 那他终于是戴上了口罩 他以前从来都没有戴过的 然后呢,他总是拒绝戴口罩 当被那些记者在追问的时候呢 他还经常是敷衍一下 然后就说,哎,我私下里也有戴口罩啊 我只不过我没有在公开的场合戴过 哎,我戴口罩其实还是挺帅的呀 那今天呢,他戴口罩的这个照片啊,终于出来了 他还确实是戴口罩呢,还真是挺帅的 有一种说法,有的人就说呢 有的人就发现吧 说有没有发现人其实戴了口罩呢 比不戴口罩要好看呢 真的,我观察了一下呢 好像确实是这样的 就人你戴着口罩哈 甭管是什么人吧 你戴着口罩以后好像变得好看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想可能就是呢 人一般的来说呢 人就是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人呢一般的来说呢 那眼睛长得还不难看的人呢比较多 然后呢,你五官你有可能鼻子长得不好看 嘴巴长得不好看 或者你的这个脸型长得不好看 才使得呢,好多人就不好看 那如果是你只露一个眼睛 然后把其他的地方全都挡上的话呢 就有可能给人就是无限的遐想 你要是都挡上呢 觉得你眼睛还挺好看的 人就会想象说 你下面挡住的这一部分呢也好看 这个是为什么说 好多人呢,就是戴着口罩以后呢 比不戴着口罩好看 这可能也是为什么说 他们那些明星呢 私下里面他们喜欢戴口罩 可能就是他们就发现了这一点 戴着口罩的时候 比不戴口罩的时候好看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 如果你没有发现的话呢 你今天就发现这个秘密 可能是我的观众当中呢 有的人可能回家得琢磨琢磨了 哎,比较一下 我是不是戴口罩 比不戴口罩要好看 从今往后呢 就多戴了口罩 不要对戴口罩这么反感 但是川普呢 仍然是对戴口罩这件事情呢 是非常抵触的 我今天呢 就想跟大家聊一下 为什么川普这么抵触 戴口罩这件事情 我认为呢 可以从这么几个方面吧 我认为来解释 为什么说他不喜欢戴口罩 我觉得第一个原因呢 就是这个川普呢 他之前他就说了 是这个病毒呢 没什么大不了的 这个病毒 这个新冠肺炎呢 其实就是一个感冒了 就是一个大号的感冒 这个病毒呢 没准哪一天 蹦一下就没了 他对这个病毒呢 是一开始 他下的这个结论呢 是非常非常轻视的 他就认为呢 我没有必要戴口罩 那他现在 就是随着 随着说随着疫情的发展呢 我们现在知道了 这个病毒呢 是很厉害的 他也知道了 这个病毒是很厉害的 但是呢 他就不能再戴上这个口罩 因为他以前 他已经说了 这个病毒呢 就不厉害 如果他现在戴上口罩呢 那就证明他说错了 他这个老头呢 他可能是从小啊 就可能比较优越感 比较强一些吧 家庭殊身呢 也比较好 自身的条件呢 也挺好的 然后呢 他事业呢 和家庭呢 全都是顺风顺水 然后让他从小呢 等于说 是在一个被捧着的 这么一个环境 当中这个长大的 所以呢 他这个人就让他 面子对他来说呢 就非常的重要 他特别的要面子 那这要面子这件事呢 说到这儿 我就觉得呢 就说你成长的过程当中呢 你特别特别顺 然后呢 你就是一个 在众星捧月当中 成长起来的这样的人呢 其实有两个极端 一个极端呢 就是他被捧大的 然后呢 他不能跌下神坛 他必须得维护这个面子 还有一类人呢 就是我都被捧大的 面子这个事情呢 我已经是享受过了 然后我怎么着 我都是有面子的 就是对这个习以为常的 没有把面子这件事呢 看得特别重要 我觉得好像 同样的经历啊 就有这种 两个不同的极端 那这川普呢 毫无疑问 他的人生呢 其实他是一个 人生大赢家 他从小呢 就是含着金钥 是长大的 那他这个人呢 反而呢 是特别要面子 什么事呢 他错了他也不承认 什么事呢 一点点小事呢 他也是为自己的面子 而吹嘘 那首先呢 这一点呢 就是因为 他一开始对这个病毒呢 是非常轻视的 后来呢 发现这个病毒挺厉害的 但是呢 他也没有办法承认 这是第一方面的原因 是因为呢 他特别要面子 那第二方面的原因呢 我认为 他就是呢 比较这个 骄傲自大 他不喜欢呢 向别人服软 他老是挂在嘴上 就爱说呢 说谁weak 谁powerful 就是谁弱 谁强 他把这个呢 就看得特别的重要 比如说这个美国这一次 发生了这个暴乱 黑人的命也是命 这种这个暴乱的过程当中呢 他就几次他就咆哮 他就说你们这些州长呢 就太弱了 你们不能控制 他就把这个呢 看得特别特别的重要 强不强 弱不弱 控制不控制 控制或者是被控制 他把这个呢 看得特别特别的重要 所以说呢 因为戴口罩这件事情呢 等于说 是中国做了一个示范 对吧 戴口罩很重要 戴口罩呢 也很有效 然后呢 他们美国的那些专家 福奇呀 或者是雷德菲尔德呀 他们啊 都是建议大家戴口罩 那还有好多有识之士啊 就不是这个医学专家 他们只是行政管理人员 有一些州长 对吧 他们也建议比较建议呢 大家戴口罩 那现在呢 美国有的州甚至呢 还强迫大家戴口罩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川普一开始是反对戴口罩 后来呢 人们就说建议戴口罩 或者强迫戴口罩 那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他去戴了口罩的话 他就会觉得说 哎 我现在变成了一个弱者了 我现在被别人控制了 所以呢 从这点上来说呢 我就叫这个劲 我就绝对不能戴口罩 我又戴口罩呢 我就等于说向你们服软了 所以呢 他不能戴口罩 这是我认为的第二方面的原因 那第三方面的原因呢 就是什么呢 因为这个疫情啊 这个过程当中 确实是给各个国家呢 经济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那经济现在停摆了 那就业也就下来了 对吧 还有呢 你要知道川普他们家 可都是这个服务行业 是这个疫情呢 首当其冲 这个受影响的一个行业 他们家受的损失呢 也很大 都上亿的损失 对吧 那他呢 就很着急 一方面呢 他作为一个总统 这个失业率呢 这么的高 现在呢失业率这么高 每一天呢 都有那么的人 去领这个失业金 对吧 然后他们家呢 每一天都损失那么多的钱 这就使他呢 他呢 就非常的着急 他得说呢 这个疫情并不严重 他不能去承认 这个疫情严重 他必须得说 这个疫情不严重 然后呢 才能让他们的经济重启 那如果说 他一开始不戴口罩 后来就戴上口罩了 对吧 虽然说这个疫情呢 越来越严重 他们由一开始呢 就是每一天啊 确诊的人数 上万的时候呢 大家就很吃惊了 上万的时候 大家就说 哇 现在都上万了 一天的增加 那你就应该戴口罩啊 对吧 他不戴 那两万他不戴 三万他不戴 四万他不戴 五万他不戴 现在六万了 对不对 那他现在呢 这个疫情是越来越严重 他就不能承认这个 如果他现在戴上口罩的话 他等于说 他就承认了 这个疫情呢 现在严重了 就必须戴口罩了 所以呢 就为了这个 他也不能戴口罩 这是这个第三方面的原因 他就不能戴这个口罩 那第四方面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在美国的这个 甭管是共和党也好 是民主党也好 甭管是这个政治人物也好 还是非政治人物也好 甭管是上流社会也好 还是普通百姓也好 这里面呢 总有一些人 他们就主张戴口罩 还有一些人呢 就觉得戴口罩呢 你干涉我的这个自由 你要我要被迫戴口罩的话 我就没有自由了 他有一些人呢 是这么想的 尤其是那些 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人 有很多人就说 他们那些人呢 就不想戴口罩 有一些人不想戴口罩的 那这些人不想戴口罩的人呢 其实在美国还有 不在少数呢 那这些人 他们是人对吧 是人 他们是普通人 但是你别忘了 他们手里面可捏着选票呢 川普呢 不能丢了那些选票啊 川普如果是跟那些人对着来 就强迫他们戴口罩的话 哪怕是他自己就戴上了口罩的话 等于说他就站到了那些人的对立面上去了 那他如果是主张戴口罩 或者他戴上口罩的话 他就把那些选票等于说推出去了 那为了这个选票呢 那他也不能戴这口罩 那这就是第四方面的原因 那第五方面的原因呢 也是最重要的一方面的原因 可能好多人呢 都没有看到这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川普啊 他认为在他心里面 或者客观上 戴口罩这件事情 对于川普来说 他既没有这个必要性 也没有紧迫性 他不是一个必要的事 为什么呀 他们白宫呢 就反复的解释 说川普呢 为什么戴口罩是没有必要的 因为呢 他周围的那些人 每一个人 每一天都要进行检测 都要进行检测 他周围的那些人 百分之百的没有被感染 没有被感染 所以呢 他是不怕的 他没有生命危险 他没有感染的危险 你要感染的话 你得有病 你周围你得有病毒啊 对不对 你周围有病毒 你才会感染呢 既然说 已经采取了措施 把他周围的那些人 都确保他们 绝对没有感染 那他有什么必要戴口罩呢 对不对 周围没有人 如果说周围的人 全都感染了 对不对 或者说周围的人 你也不知道谁感染 谁没感染 今天出来一个感染的 明天出来一个感染的 然后他就很危险 你猜他会不会戴口罩 他一定会的 他一定会的 谁不重视你的命啊 当这个事情 威胁到他生命的时候 什么那个念子呀 自尊啊 自尊啊 选票啊 什么家族企业的这个收益啊 这些全都不重要了 全都浮云了 命都快没了 对不对 那就全都是浮云了嘛 所以说最后一条呢 是非常重要的 关键是他有保障 所以呢 他不戴口罩 基于以上五个方面的原因 他导致了这个川普呢 坚决不戴口罩 从这个我们也看 你看这五个方面 第一是他的面子 第二是他的自尊 第三是他的家族企业 第四是他的选票 第五是他的小面 哪一个跟普通老百姓有关系 没有一个跟普通老百姓 是有关系的 所以说美国的民主 其实老百姓是很悲哀的 看起来好像老百姓说 哎我手里有一票 是他非常决定他命运的一票 但是 但是你手里的这一票呢 只是沧海一粟而已 再说了 你老百姓你说你投票的时候 你不是投周拜的 你就是投川普吗 对不对 你还能投谁啊 如果你投第三个人的话 对吧 或者你投那个 或者你投那个歌手 或者你投那个Paris 对不对 那你这票就算废掉了 对不对 除非你想让你这票废掉 否则 你只能在他们两个里面选一个呀 他们两个说实在的 对于美国的老百姓来说 有区别吗 其实没有区别 你手里这一票有和没有 对于被选举人来说 可能蛮重要的 但是对你自己来说 对老百姓来说呢 其实没有什么分别 根本没有分别 这些政客们 都是为了他自己 你选出来的每一个总统 都是为了他自己 中国人呢 越来越认识到这一点了 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 根本就不稀罕 那一张选票 好 这个视频呢 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